今年17岁的Shen Lin Agu来自越南,目前在Dong's App高中读书。 她是父母都是成功的商人,她也可谓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女孩。 而近日17岁的她,因穿8800万越南盾,约25460人民币的衣服,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。 自从赵穿住上万人的衣服后,她也成为了学校里的焦点。 而细心的网友们也发现,赵身上的衣服或者日用品,基本都是名牌。 对此赵也做出了回应。 赵说父母是商人,他们都很疼爱我。 我之所以满身都是名牌这也符合我的家庭条件。 赵说我穿名牌并没有错。 并且我也喜欢这些名牌产品。 我知道价钱贵的商品它的价值所在。 这些商品都是由名设计师所设计。 所以我喜欢他们。 赵认为自己并不败金和炫耀。 因为父母常教育,他与人为善。 自己学习成绩也很好。 赵很年都会去很多国家旅游。 他或者和家人或者自己。 赵每次出行都是做商务仓。 住五星级酒店。 按照赵的话说。 就是他现在所消费的一切都符合自己的家庭条件。 因此赵并不太在意别人对他的议论。 认为自己就是在正常的生活。 并没有做错什么。 套买的限量版包包M-I-N-I-L-A-D-Y-D-I-O-R 亚光黑。 整个亚洲只有六个。 套出去旅游时的照片。 套在酒店用餐的照片。 套市家居宿替计행至于明天再向这般议演论驰行动。 味道员时证明。 少年。 夅向来本人员时证明。